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大炮 今天的话继续给兄弟们来解说一下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进回单交赛 对面的话木槿的一个大弹关火 冠战犯的话 魏虹风的一个大弹关火 木槿那边的话是点了有一个 对面是点的是一个 我不知道有没有换金脉 应该是有换金脉嘛 应该这一把比赛的话应该好像不是那个 建议的那一套金脉 好吧 对面的话应该是正常的一套金脉 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木槿的话也是打过 福战的一个大弹关火 所以说的话也是比较有实力 不过的话魏虹风属于比较有套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我跟你说一下 兄弟们你们自己有那种精彩的这种 比如说区里面啊 有那种回合数比较短啊 那种精彩的还工单挑啊 恩怨局的话 祝你们可以私信我投稿 然后的话一斤采用 反正给你简历一些梦幻点卡 行吧 给兄弟们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比赛 因为最近的话 这个雪山大舞台的话 打来打去那么几个人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说的话 咱们粉丝的话 哪个区的粉丝都有 对吧 区里面有还工啊 或者你自己有大还工啊 对吧 我都可以 给兄弟们 对吧 做一做比较有意思的视频 什么华山剑会都可以 只要比赛精彩就可以了 欢迎兄弟们投稿 比赛的七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打法 关在番的话 还是对吧 走的一个反手反击的一个路线 打的没有特别急 对面的话 反正刚才番 卫红鸿的宝宝看行也比较好 对面的话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平坎 对吧 叠漫天 这一把的话 对面不是一个建议的一个 对面的话 看 这应该是带了几个四血翻了 对面带了两个四血翻 那应该就是平坎 漫天 这个一个打法 两个四血翻 跌半天就跌得很快了呀 剧剑 有剑的话就剑 OK 关在番的宝宝有高鬼魂 这一把剧剑的话 哦 没有高鬼魂 动作画面 略微有一点延迟 关在番的话 破血缓攻 压对面的一个血 比赛的话 第九回合 对面的话 角色宝我顶一个药 平坎 漫天 我跟你说 他们说一下 他们雪三打环弓 什么小丸的那个 什么花果三啊 狗三的那个宁波城啊 他们 都是漫天套 你漫天套 我跟你说 他们说一下 打PK一定要带两个四血翻 你不要去 对吧 追求什么 要带两个四级法宝 你一把漫天 多的 就是加的伤害 绝对比这个 一个四级法宝 加的伤害 要高得多 而且两个四血翻 就是你运气 基本上平坎五回合 三把漫天 一定会有 对吧 你运气好的话 可能说 一回合 连把漫天都很正常 所以说的话 漫天套的 带两个四血翻 比较好 就 你就带一个神器 一个四级法宝 两个四血翻 你就不要去追求 一定要带 两个四级法宝 所以说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小技巧 比赛多12回合 对面的话 漫天的话 已经叠满了 大弹官府的话 只能够叠三把漫天 那个女儿村的话 可以叠六把漫天 我们来看一下 叠满漫天之后的话 这个伤害就高起来了呀 一把漫天 多5%的一个伤害 我就拿对面 伤害 三千 三千六 不过分吧 我他妈 斯托尼伤害多吗 三千七了 对吧 我就按对面 一把漫天 最起码多 加200点伤害 对吧 三把漫天的话 多600点伤害 我自己斯托尼 然后都三 就打完幅 变完卡都三千七百多了 比赛的话 15回合 对面的话平坎 这个平坎的话 比很 很少千军俗服呀 对面的话 一速也不怕锁薄 老关在番的话 我记得 卫红红 这边是有灵刺呀 看一下 要不要点倒对面 给对面来一把灵刺 对面的话 换一个小孩 关在番的话 也换小孩 对面应该是九转 不是特别多了 换一个小孩 比赛的话是七 回合 关在番的话 局限 局限的话 先斩小孩 打得很聪明 这边的话 也是先斩小孩 关在番的小孩 比对面人物 要慢一些 锁不了脖 这边有个追资宝宝在 这个追资宝宝 是个威胁 平坎 对面就是平坎 漫天 没有套路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对面应该是要点 第四排 第三个金脉 第四排 第三个金脉的话 起干枪的 起干枪之后 不需要弃血 也能够很少千军 对面应该是要点 这个金脉 就是这个金脉的话 这个 雨天 这个忽视个 百分之十的 这个感觉 用处不是特别大 实话实说 关在番的话 起干枪 拿了一把破釜沉舟 对面拉起来 关在番宝宝飞掉 对面有优势一些 毕竟人物一倒地的话 就得对面换机厅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关在番有追资宝宝在 这明显有一个追资宝宝在 为什么要换机厅呢 我觉得换个顺法 来压关在番的一个血线 都舒服 关在番的话 破 破釜沉舟 有干将啊 有干将破釜沉舟的话 等于撕脱你的话 飞机加一把干将啊 破釜沉舟 五个单位啊 这也痛啊 兄弟们 OK 比赛的话 21回合 对面有优势的点在于 小孩 不需要 消耗九转 对面的换宝宝宝 其实关在番打的不够冲啊 关在番如果说想打的冲的话 直接点倒对面人 追资宝宝就去追对面的一个小孩就可以了 对吧 追对面的小孩打对面的一个九转就行了 这个时候对面可能已经没有九转了 你看一下对面很忌惮 关在番的这个追资宝宝啊 直接一把狙献 献掉了关在番的一个追资宝宝 那这个时候的话 关在番控不了对面的一个小孩了 哎 其实关在番的话 这一把 打法是有失误 关在番直接点完人 对吧 追资宝宝就去追对面的一个小孩 能追中就赢 追不中就算了 关在番的话抽了个吸血鬼 看一下吸血鬼的话 是不是追啊 对面的话宝宝是有一把身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只能点人追宝宝 其实追资宝宝的几率很高啊 50%的一个几率啊 有法术年纪的话 相当于70% 80%的一个几率啊 关在番的话 追资宝宝的话 没有选择追小孩啊 选择是追对面的一个公宝宝 比赛的话是七回合 你看 关在番的话 起干箭破釜成就 你看这个时候啊 关在番这个 追资宝宝 看一下下一回合啊 追资宝宝一定要追小孩 看一下关在番这个追资宝宝怎么说 对面换顺法 关在番的话还是可以耶 有一回合的破釜成招 对吧 追小孩直接破釜成招就OK了 正好有163 伤害也高 对面追资宝宝是一速 那没有办法了 对面追资宝宝的话是一速的话 就没办办办法了 比赛的话啊 三四回合 一剩一副啊 咱们下集再见 平凯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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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凯漫天